我是王瑞瑶 今天在北投利息 温泉酒店吃下午茶 其实我们上次来吃饭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他们的下午茶很惊人 坐我对面的是宝师傅 还有白鼻 哈喽 你看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其实等一下 介绍东西给大家听 可是今天现场有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她现在要介绍北投利息的下午茶 大家顺便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好美哦 有没有很美 好开始 请说 那因为我们利息酒店呢 有三颗百年的桂花树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来做发想 就是这个 做成像树的造型 但其实我们没有真的把桂花树砍下来 那这是什么 我们是漂流木 回溝在比喻 所以这是漂流木 没错 很惊人哦 大家看很高哦 所以每一个树的造型都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这个的话呢 最大的特色是我们用台湾在地小吃的容貌 去融合法式的手法 来做呈现的 所以都是点心房自己做的吗 没错都是我们师父的自己手工作 好 自己来发想的 有什么东西呢 那像这个 它看起来是珠雪糕的造型 但其实它是里面是虾慕斯 然后外面裹上的竹炭粉 珠雪糕 对 其实是虾慕斯 没错 好 再来 那边这个是小挂包 看哦 这是小挂包 哥哥你用手把它剥开小挂包 嗯 但我们这个呢 它是用澳洲的和牛脸颊 啊 和牛脸颊小挂包 对 然后搭配一点德士的酸菜来做呈现的 所以不是印象中的挂包 跟印象中的挂包不一样 没错 这就是下午茶的特色 好 过来呢 还有什么 然后看到这边是甜点 这个的话是一个鸡蛋糕的造型 鸡蛋糕 但其实它里面是用蜂蜜 MASCARBON CHEESE去做的 蜂蜜的MASCARBON CHEESE 没错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是比较绵密的 因为我看到它的菜单 跟你把菜单打开来给我们看 因为它的菜单里面其实有写到鸡蛋糕哦 你看它的菜单做得好美哦 看到吗 看得到啊 你的脸都被挡住了 对对对 他其实有讲鸡蛋糕哦 所以不是印象中的鸡蛋糕 那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芋头塔 芋头塔 但它里面呢 有加了咸蛋黄的奶馅 咸蛋黄的奶馅的芋头塔 比较特别是 它下面的这一层啊 其实我们一般的印象中的千层是 油皮 有千层 加油 别倒了 油皮包 那个油书 但这个比较特别 它是先油在皮 所以它是凡式的手法 连是上面千层下面也千层 所以它的手法会比较肺功一点 会比较难 但相对的口感会比较酥 好 这边有一个这个其实 如果我刚才看资料没有错的话 这个其实是泡敷对不对 闪电泡敷 对 贡糖的造型 所以它是贡糖泡敷 对 没错 那里面其实是咖啡 加了一些花生的坚果在里头 我其实很坏 我刚才其实一坐下来就跟白皮说 你们的下午茶有一些不可能是自己做吧 比如说像贡糖 花生贡糖 结果看到资料之后发现 他们其实都把它改变了 都是自己做哦 有没有 这是一个闪电泡芙 可是这是一个花生贡糖 有看到吗 它是这样子的研绎 好 然后接下来下面这边 前面的这一个是一个小春卷的造型 哦 这是春卷哦 那里面其实是烟熏鲑鱼 包裹的白乳酪跟坚果 有发现有好多稀释的成分在里面 刚刚有Mascarpon 现在又有白起司 对不对 白乳酪 没错 好 这个呢 那个是昆贵 啊 这是我们用的 其实是用日式的隔粉跟水果 所以口感是比较黏的 用喝的昆贵吗 对 然后加点柠檬汁在里面这样吃 我刚才以为这杯是水果冻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好 紧接着这杯 这个其实是面茶加的白乳酪 去淘出来的 这是米杯哦 没错 那隔壁的话是宝咪香 宝咪香 那这个吃法比较特别 是旁边黄色那个 那这个是我们的 自己做韓鸡店 对 韓鸡店 会拿一个沾着这个 再沾这个 很像巧克力棒的吃法 等于是韓鸡店 先沾一个黏黏的东西 然后再把爆米香放进去 是这样的准方啊 我什么时候是春节皮来紧 好 哥哥你可以先偷吃一下 让大家看你的吃法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哦 对 地瓜 先沾一下 起司米茶 对 对 然后再沾米香 我看你沾得起来吗 不会真的沾起来 这叫狼牙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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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你的舌头的狼牙棒 K你的舌头 你好会形容哦 然后紧接着下来这个是 这个米哈 像不像那只小虫 有没有 因为它是那个长长的 有没有 这是什么米 不是 它应该是有很多 长得很像的 有没有 是不是 我们以前吃过泰国那个爆起来 它讲小虫 我觉得这是米 米的样子像小虫 难怪我哥哥这样说 好 接下来是麻糬 对 走开哥哥 麻糬 麻糬的 这个麻糬的 麻糬其实我们用的是 屏东的古典巧克力去做的 它里面加了一点点的羊米在里头 哦 羊米 里面还有包了巧克力在里面 所以吃下去那个口感 第一口会是有点脆的口感 就是硬的 不会吃满的 所以麻糬里面并不是红豆 不是 或者是绿豆 或者是花生 对 没错 所以是很惊艳 虽然它是很传统的麻糬 好 这个呢 那个就是糖葫芦 我刚才其实看到糖葫芦 觉得很好笑 因为看到菜单里的糖葫芦 觉得很好玩 可是没有想到它的展现是这样子的 而且它上面有这个小花 师傅它有特别撒一点桂花 在上面 所以它是桂花风味的小花 好 看喔 糖葫芦里面有小花 可是呢 在旁边有一个白色的小花 对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这个是 这个是烧饼 它很妙 它做了小烧饼 对 那我们用千层的手法 用奶油取代的猪油 会比较健康 也比较健康 也不是传统的烧饼 是不是 好 颠覆 颠覆传统 然后呢 我们其实呢 今天其实有点茶啦 我们呢 有点 呃 有离山 其实主要是离山 老师傅真的很烦耶 嘿嘿嘿 走开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有离山的茶 然后有高山茶 也有红茶 哥哥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人家在拍录影坏坏 嗯 电话来了怎么办呢 不时间啦 喝口茶笑笑 不 我不气 我不生 我不是说我不喝 我只是说我不气 这是生啊 我可以知道这个下午茶多少钱吗 目前的话是750元 然后再加一整个五块 哎 还不错耶 750元 我这个工很多 对750元 包括这壶茶吗 嗯 包括我点了这壶 离山红茶嘛 对 包括白笔点的这个咖啡嘛 就如果是一人份 对不对 外面都不一样了 好了 这道茶很特别 而且真的很特别 而且其实很有 你看 你看嘛 大家这样推过来 有没有很抢眼 等于是桂花树的一个概念 就直接跟北投利喜酒店可以结合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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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们要吃我们的下午茶了 我是王瑞瑶 人在北投利喜 是喝完的750元的下午茶 谢谢白笔 臭格 拜拜 拜拜 爱乱接电话的臭格 拜拜